特别的亲切 对谁都像大哥 大哥哥那样 然后在现场就会很照顾 每一个人 对我也是 他会 他有些时候拍戏的时候 我如果 我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因为有些时候时间有一点点 比如说要赶啊什么 他就会告诉我 你要走那里 要走这里 然后他会告诉我很多东西 然后就特别的感觉 而且也会解释给我听 那摄影师他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就很符邪 一个他身边的这些新人 就很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 从一开始 循序渐进建立起来的一种 一种默契 然后到最后 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们挺幸运的 因为呢 我一本那个电影节的 开末电影 也是比较艺术的 那么我们这个电影 不能说是那一种艺术片吗 所以我有点觉得 这个也行啊 有点那个感觉还感动的 有什么期待吗 期待 期待 你去说电影节 把我们 期待 没有 也没有什么的 因为我们马上 各一个星期就要公演了 希望这个电影节 有一批看过的观众觉得很好看 把这个消息传出去了 因为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其实我看过 但是我没有看过配乐的配的音乐 整个最后剪完的 我没有 我没有看过 因为我昨天晚上刚刚到 我之前就一直 就专注在别的工作上 看过一个 看过一个 所以 对 那个是很粗很粗很粗的 但是我很喜欢 因为看到一个不同的自己 看到一个 听我的 你演的很好的 OK 他不停的跟我这么说 从第一次 剪完打电话的时候 他就跟我这么说 一直在鼓励我 谢谢 记住拍戏咯 不知道拍什么 对对对 也是这样 暂时不会转 转 转 转机的 那对底是什么 还有没有想出来 我也不知道 我昨天晚上刚刚到 我都还没有来得及 跟公司 就跟大家聊 今天晚上考虑考虑 好 今天晚上考虑考虑